寶格什麼陣容都沒關係 因為他打低聽戰術打得平反 我見過他五保零打得很兇呢 四保一 四保一場上還沒有普陀山 傷了三個封信 打藍流嗎 咱們看這場比賽有沒有出現那個 姊妹童心之類的技能 單法器神木靈 三封加上化生死 碰到對面的點殺流 這場比賽對面點殺真難打 兄弟們真的很難打 三個封信在這邊限制你 這個一速不能丟 我估計關鍵方是打藍流 否則寶格他不會去 賞這麼變態的陣容 上來兩回合 這邊已經有四個被封進去了 神木靈單一親寶寶 不送你黃條 九個也算是聰明兄弟們 四個塔馬上就起好了 珍寶格vs生日快樂 最快的速度起塔 這是為了要自己多放金青 一速金青有抗風效果 對面地府起鬼眼有抗風效果 最後的關鍵方封印 估計效果就沒有特別好了 真的嗎 現在的打藍流陣容跟以前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零元 上三個高速風系 最大的好處 就是他的閩地聽 能享受的鼻子會多一面 你地聽速度再快 你也不可能快過自己的風系 你三個風系在這邊加鼻子 這是對於對面最大的威脅 好 確實是打藍流 毒女兒在飆飛飆 現在打藍的話 一般十幾個回合就會有效果 然後的話 十幾個回合零元也夠了 我記得那會兒地聽剛出來的時候 我給兄弟們撥過珍寶格的五保零件肉 包括最近有一場比賽 珍寶格去用粉色變身的獅頭令 打的也是這樣的戰術 兄弟們很暴力的 就是 這場比賽我不記得了 我們看下去就知道 你不要覺得現在三風隊伍會打 打得很猥瑣 在某些特定的時候 三風隊伍比 三攻隊伍還要兇 好 打偷龍轉風 確實是 打掉 對面多體位置身上的藍條 現在他的手發寶寶也不強 這波寶寶是壁壘 壁壘對於對面的寶寶而言 你親一隻蟲 你可能一個回合集火都親不掉 好 寶格的寶寶牆 生日快樂的寶寶也不是百射 這樣比賽關鍵方這樣打藍 對面得想辦法 在十回合之內就開點殺 但是有一個小問題啊 對面點風系沒用 你點掉一個關鍵方還有倆 所以對面要點 只能點神木靈 除非關鍵方這個女兒身 在干擾你女兒身的一速 這樣子你點女兒的意義才會出來 一速女兒身在手 就把關鍵方這個四寶一的 寶的位置給他切掉 切掉以後 關鍵方沒有物理系 然後就利用零圓盃 把風系一個一個劈過來 好一速受到了干擾 回到了 被珍寶格這邊拿走了 對面捕了一隻寵 不知道是不是浮雲神馬的 水果五號 這個速度對面也得小心一些 其實彈刺洞跟那個武裝怪的速度 就像卡著也挺好的 至少比你的化身刺要快 那女兒身的速度對戰方是不能丟的 港底賽如果關鍵方是212陣型的話 對面這個站位就比較有花招了 在保大同光斧的雪條的一個站位 地府搶在化身室的前面 隱形的消耗我們是看不見的 現在對面的雪條全滿 但對面的藍條應該已經被打了很多 寶格的打藍流 對面只能單一親寶寶 目前沒有開啟點殺的機會 如果真要點的話 對面這個楊小駝應該是要騎塔的 這個位置把塔騎起來 全場最好的速度就他了 關鍵方的二速封 三速封 四速封 封完之後 然後對面的六速化身 死開金青 這個位置開金青 他可以保證自己的大唐跟神木靈都能夠出手 絕佳的 配合點殺的金青雪 再不打 你待會兒藍條都沒了 想要第九回合 靈元已經誕生了 就怕什麼呢 怕這場比賽 對面還沒有我開啟點殺的手 主戰方已經把大唐給壓死了 用了一個你們不認識的技能 這是盤斯洞的化身技能 魅眼盧斯 作用是增加藍條消耗 如果少年五神塔裡面 有某一場單場賽事 給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打的比較有來回 非常的精彩 你可以在直播間點播 你點播我來播放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個天兵式山羅畫卷 導致的造型改編 哪個五神塔啊 偶哥跟羽島那場比賽 我昨天不是剛播了嗎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昨天不是剛播了羽島 跟那個 詩情畫意的群雄逐鹿嗎 昨天沒來是吧 但昨天來了的兄弟們 不都看了嗎 哥 這我不能單獨為您重複播一遍 上次有一個老老闆 試圖用一張聖紙收買我 我都沒有同意啊哥 所以 這個剛播過肯定是不能播的哥 這不是在暗示你說要刷禮物給我 我就給你播什麼的 暗示的是你即使刷禮物也沒用啊 這個我們就按順序看就行了 第十二回合主角方地聽出來 三風系的冷暴力 神木靈這個門牌 他不用風靈指的時候 是講道理的 怎麼會不講道理呢 雪一溝刪一成 以後的寶格 他的觀賞性啊 都會在法系身上 以法系為主輸出為主要的效果 現在好了開始 關鍵方三點零元 高速位置都可以卡得到 一個笛子 兩個笛子 這邊用溥玉玲波 防不夠 關鍵方三個啦 兩個笛子一個真央令旗 大堂的速度沒有地聽快 地聽出手了 一場比賽看上來之後啊 你們就能理解 為什麼會說三風都暴力了 還多秒了一下 對面崩了兄弟們 瞬間 這地聽是幾個輪子啊 法連比較多 運氣比較好 三個高速風洗 全部去加笛子 相當於 這樣令旗比笛子的效果 還要好一些 倒第三個 你咋打 你還穿起來喝酒 喝酒精清 慈航 都沒什麼奶子用 對面花生死只有一絲血了 雪條都看不見 所以兄弟們 現在的比賽 如果 您看到三風 請不要去 吐槽他的猥瑣 因為現在三風真不猥瑣 歡迎我風騷哥 欸風騷哥你的號找到了沒有 沒找到的話 我在直播間幫你喊一下風騷哥 買一個109的全版風氣兄弟們 性價比還可以 不要求景衣和祥瑞 就那個 東西比較完整的就行 價格跟藏寶哥一樣就行 不用比藏寶哥低 如果你們有出手109風氣的話 難化 那這場比賽 你覺得會依靠 特別的依靠 關聯防四寶一寶的這個神木靈的數據嗎 不需要的 要求是空號 哪需要什麼預算 就全滿 景衣祥瑞也不看的話 好奇是好找的 想找一個火一點的區 有隊友的那種 高速地青才是 關鍵方這套陣容的核心戰術 我們退一步一下 兄弟們 如果剛剛關鍵方高速地青 數據沒有打出來效果 你們知道會是什麼情況嗎 現在你們是看到數據出來了 對面沒得打了 但如果數據不出來 對面用金獸引尺用羅漢金鐘 用一些一系列的防地青的操作防到了 也沒關係 關鍵方退回來繼續打你的藍條 等到16、17回合 心靈淵出來 再給你吃一個高速地青 再打不進來也沒關係 關鍵方退回來繼續打你藍條 20回合你肯定沒藍了 所以他這套陣容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噁心 十回合之前 聖用幻快樂那邊沒有開啟點殺 那麼十回合以後 對面想要開啟點殺就很難了 其他隊伍也得小心防範一點 關鍵方 這邊五神壇去用這套陣容 有可能的 他不講道理起來 就用這套陣容打你 他就用這套陣容 你如果用面殺流去打的話 可能還不如對戰方這套點殺流 他點殺 點殺流至少有小死亡可以掛 三攻隊伍打關鍵方就跟送人頭一樣的 兄弟 不可能的 所以你如果要論陣容 打關鍵方最好的 應該也就是對面了 兄弟們 在明天小組賽我看完的時候 我會給你們預測冠軍 下個月 兄弟們應該是記得的 在小組賽 就明天 林辰我播完比賽以後 我就 告訴了你們 取副孔廟要小心 而最終就是取副孔廟拿的冠軍 但是被小組賽看完 否則就是盲猜沒有意義 好 你們那個 你們預測畢亞先留著 什麼就無賽事可測了 不知道了我懶得說了 你們自己看吧 這個官方的羊毛自己研究啊 怎麼hold他 反正是不要錢的 要錢的一毛不拔 不要錢的就勉勉強強接受了 二十個回合對面磁毫來扛 這個磁毫拉起了滿血的地府 滿血的化身 雪山不是每一場比賽都是用雙法的兄弟 剛剛雙法切了一場了 然後這場完事兒以後 嗯 你們如果想要看雪山雙法先 我就得找一找他有沒有用雙法的別的比賽 而且對手要強 比賽來到了第21回合 對面打針 這真光在放一個鼻子是吧 這真的挺難受的 這個時候我還沒有去跟你們強調 對戰方面的藍條的情況 如果再想想對面藍條的一個情況 那就更難受了 更惡性 更加接受不了 這場比賽 對面的點殺流 一次點殺的機會都沒有 對面現在剛剛開此行為了啥 你們知道嗎 為了大同功夫剩下的這把劍吧 好吧 劍還是沒有 快殺掉了 殺過了一場劍 現在沒必要盲猜 兄弟們 明天小組賽一看我就會有一個概念 真的我猜冠軍不會盲猜的 我也不喜歡盲猜 只是我昨天說了一句 寶哥 寶哥九連沒有冠軍了 這連是第十連五線坦 他需要一個冠軍 不管從健慧還是 別的賽事來看 都有極大的可能性 去拿這個冠軍 去拿這個冠軍 對面剛剛是用磁行載彈 二十四個合格馬上到 又有一個波新靈元 第二波靈元 關鍵方並沒有用 全部用乾淨 那麼二十四個合格以後的靈元技能 可能會比十六個合格以後的要多一些 余導 寶哥VS 生日快樂 場上第二十四個合格 關鍵方用了罕見的三豐打藍流 高速位置 比較多 所以配合的閩地聽 享受的笛子比較多 有背丟尺子 剛剛關鍵方也加了笛子 這樣子的一個陣容 他不需要用磨地聽 用閩地聽 打出來的法傷 其實就已經很可觀了 這寶寶是吸收的寶寶兄弟們 這邊四號位寶寶 是一個四吸叢 一聽壓著壓著 對面四號位寶寶的血 就要壓滿了 封面四號位寶寶 安靜 一聽壓著 一個四號位寶寶 的魔法寶寶 和按照最近劍會打出來的一個效果 他只要不背 西大老街過早的用雙果子陣容所針對 他這臉應該會比較穩 相信我 兄弟們 別的隊伍目前還沒有看到太多的 戰術性的一個變化 西大老街是一直有雙果子陣容在 等著的 有人說你只要跟西大老街碰到一起 你就得想辦法 能否用點殺流陣型 預防對面的雙果子陣容 如果你很早碰到西大 然後被雙果子狙擊掉 在淘汰賽的時候 那你跟冠軍肯定就沒有關係了 尿兒身金青有抗風 關掉方風不進去了 大招風 風一兩下都水 這是經脈的一個抗風效果 導致的情況 當比賽對面打的憋屈啊 兄弟們 一點反抗之力都還沒有打出來 剛剛直播間的兄弟們說 想要看雪山的雙髮性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我 寶哥打魚島的那場比賽 我就往後塞拖一拖籃 那場比賽很短 如果沒有遺憶的話 我就先找一下雪山的那套雙髮 還有碰到別的什麼樣的隊伍 這場比賽 我們現在點掉蛇木靈的意義都很小 他現在只能對動防 先防關鍵方這邊的地廳 我得把這個平保給他去掉 等會啊 設置一下 太惡心了 跳完沒跳 360平保 360平保 我保你妹了個腿子真的 算了 先關了 開啟360畫寶 開啟你妹關掉 這樣應該就好了 流氓 真的是流氓 場上來到了第28回合 主戰方這邊地廳用的也多 林圓用的也多 他可能要等32個回合那波機會 好 神木靈爆了一波5000 這應該是用了風靈 身上還帶著震羊令旗 有兄弟問 金獸雲齒的效果 金獸雲齒 丟給地廳 可以降低地廳 40%還是60%的法效 丟給常規寶寶 可以降低寶寶身上的抗性 大部分的時候 你們看到的金獸雲齒 都是丟給地廳的 這邊血量 血量倒還是恢復了一些 但藍條就不知道是什麼情況了 對所有單位都有用 我剛剛的解釋是 他的常用單位 其實你們也只需要記他常用單位就行了 因為你很少看到金獸雲齒給別的位置丟的 一般看見了 都是會給孩子丟啊 減低孩子的抗性 增加這個孩子被輕的可能性 對面是想要把槍比賽打點變速出來嗎 讓他安撫得精輕 人物血條算是健康 關鍵方還得等兩回合 等兩回合 不等兩回合 沒辦法 然後內波 因為神魔靈出手太快了 所以我沒注意他是落葉蕭蕭還是風捲殘緣 講道理應該是落葉 因為風捲剛開過 如果平秒落葉蕭蕭 你這法傷這麼高 媲美風捲殘緣的話 對面得馬上揭羅漢 速度不夠快 對面就一個一速女兒去 其他位置被關鍵方二速三速四速三個風系干擾著 姐妹同心是打藍條的 對面大黃身上應該是帶著金青 沒有帶羅漢的 剛才在說關鍵方得等三十二回合 臨緣出來 神魔靈這樣子一秒 對面的血量 永遠是被壓制在半血以下的 沒有上揚 好 比賽來到了第三十二個回合 隨時結束 久了這場比賽 哪怕是點掉關鍵方一個位置 也算可以 現在神魔靈這麼疼 幹掉他 大方關府的靈緣有用沒有 應該是有一把大劍了 三點靈緣有一把大劍 固定傷害九千到一萬零五百 低腐掛小死亡給神魔靈 大劍刷船 神魔靈就有可能會被秒殺 這也是我能看到的生日快樂那邊壓神魔靈的最好機會 三十二個回合才存到的一點 三靈緣的巨鑑 今天我的聲音大小應該是正常的吧 如果小了的話你們跟我講啊 以賽第三十三回合 我們就等對面把這把劍刷出來 好 好 對面很貪哦 他想幹嘛 我們剛前面說過啊 因為關鍵方風氣有啥 你點掉一個 還有倆 點風氣你可能還點不死 大劍直接刷掉 賭一個經濟五 沒賭到一絲 發連了賭到了 好我們看 對面 透過斷瓊加上經濟五的一個配合 把關鍵方女兒孫給他幹掉了 是不是想要鎖屍體啊 靈緣也不夠呀 你把關鍵方風氣幹掉一個 關鍵方這邊還有兩個 關鍵方沒有受到女兒孫倒地的影響 關鍵方完全沒有受到女兒孫倒地的影響 女兒孫死了 關鍵方盤四洞跟關鍵方的武裝罐接力 你要嚴強給你嚴強 對吧 兩個高速風氣 劃生死都還在 配合起來 繼續加笛子 神木靈也還在 也就是說女兒孫倒地它並沒有影響 寶格這套陣容的一個輸出環境 他仍然可以把輸出打滿 團戰可以輸 女兒孫必須死 勇哥這個比賽是那個少年武神壇裡面的個別精彩賽賽事 我們直播間的慣例兄弟們 在白天就會有最新武神壇的情況下 凌晨我們會 把武神壇的賽事 把武神壇的打的比賽的感覺找回來 相當於的話 自己看 白天沒空 你們晚上過來我這邊看的話 你可以連著看三天 七年的慣例 兄弟們應該都習慣了 有什麼特別精彩的賽事 印象深刻的 你們可以在我這邊點播 公平直接說 我會切進去的 就一個要求 一定要好看 不需要你們付出任何的東西 那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月武神壇這麼早嗎 這邊又開始 玩次行 一個月的時候 五神壇比較早 往往是因為什麼呢 往往是因為他一號的時候可能就是星期六星期天 比如說五月一號 好像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吧 他那一天就算一個星期了 五神壇是固定在每個月的第三周打的 所以就會顯得比較早 所以就會顯得比較早 最遲的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你五月一號的時候正好是星期一 那麼這樣子你五神壇的時候是要二神和二十一號才會打的 這張比賽 這張比賽 這張快樂那邊的兩把磁行還是有用的 這張比賽打到了三十七 如果對面沒有磁王普渡 沒有一速女兒圈的磁王普渡 這張比賽對面是打不到現在這種情況的 你越往後 藍條就越明顯 鳥身馬上還要起來了 藥品為什麼消耗這麼快 關鍵方就一個神木靈 想想吧 為什麼消耗這麼快 明明吧 他就只有一個神木靈 但就是消耗這麼快 你沒辦法 地聽的數據 神木靈的數據 在某些特定時候的消耗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是說你看似對面還在緩衝 但實際上這場比賽 對面所進行的有效點殺 這位點殺六隊伍啊 正行的有效點殺就一次 切關鍵方女兒圈那一次 其他時候都是被動 挨著關鍵方的打 無限的挨關鍵方這邊打 第38個盒 關鍵方又標了一個廢鏢 造了兩個還是三個紅毒 這把紅毒還好 這邊金星爵直接解掉 再標你一次 然後又造了兩個紅毒 這個紅毒是會掉藍條的勝利馬啊 因為關鍵方剛剛地聽 在十幾個回合的時候 打的效果比較好 所以這場比賽的解說 我並沒有更多的 給你們去分析 藍條的一個消耗 紅毒造了之後 對面藍掉的很快的 我感覺主戰方這個神木靈啊 有可能又有一波暴力的風捲殘韵要出來了 這個時候 如果生日快樂那邊再被打一波雪條下滑 他肯定是沒有藥在往上恢復了 五個單位加起來的藥品 五個位置加起來只有多少藥了 十四個 嗯 加六個 五個位置加起來 只有二十個藥品 平均到一個位置 只有四個藥了 一個位置吃了十六顆 滿格子二十顆了 八十個藥吃到現在只剩二十個了 你現在頂大金對面都要猶豫一下 要不要頂 他可能頂的那一 某一顆就是最後一顆 還要想好這個問題的 最後一顆他肯定不吃啊 吃了幹什麼 我帶回家 下次吃不行了 反正吃了也是死 比賽來到了第四十一回合 這樣比賽打得比我想像中的要久多了 但關鍵方這邊戰術沒有打算打長久戰的意思呢 打得久的原因說他們應該看得出來 對面的刺行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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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面女兒村沒有開刺行的話 我記得上次見會的時候跟兄弟們講 現在對於豪門而言高速女兒村去帶刺行 效果可能會非常的好 因為很多時候的某一場比賽啊 他並不是被對面的人物給幹掉的 而是被對面不能夠打持久戰力的地廳秒下來的 那那種情況下你如果磁王開起來 就會有很好的效果 一個磁王拉起來 地廳他又不能夠繼續打傷害了 你如果他繼續招地廳 零人還有 你繼續讓他打 打完之後再一個磁王 你看對戰方懵不懵吧 但現在豪門女兒村帶磁王普渡的還不是特別多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那樣的裝備 指揮們或者是老闆們 他們希望女兒村帶磁王 他們又不希望女兒村因為帶磁王而犧牲 屬性犧牲特技的齊全 這霧魂挺不錯 一天舔掉了 所以就會導致什麼呢 你得需要那種極限的磁王裝備 高屬性多籃子 他們才能夠去用 把神木靈爆了個一萬兩千 地廳對面防盜了 神木靈偷了家 雖然快樂 淡盡了解 關鍵方叫順法 蓄名應該就可以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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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問題是 他 珍寶哥他用神木靈的時候 最近啊他可不是一個神木靈哦 如果你们有在我直播间观看了 珍宝格周三打的剑会 珍宝格周一打的剑会 就前两天您有空 在我直播间看比赛的话 您就知道宝格 他可不只是这么一个神魔灵哦 最近两次剑会 他用的都是双发系 这个神魔灵配合了一个魔王战 这场比赛打的比上一场还要久 是真没想到的 现在滴滴加滴 就对面都别反抗了 还有什么好反抗的 你药品加起来都才几个 女儿村还没有宝宝呢 你看看关键房这边的药号 化生素还有18克 等同于他整场比赛就吃了两个药 武装罐还有19克 这武装整场比赛就吃了一个药品 这差距就很明显了 右眼可见的差距 兄弟们下一场我们是直接敲到半决赛那边去 还是先血先 我看这个这场比赛时间有点长 我不知道雪山那边的比赛来不及来不及去切 我看一下